众所周知 冯上峰与赵丽颖这对明星夫妻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吧 作为实力派夫妻俩都是有演技的人 作为颜值派又都是高颜值 原本就很有夫妻相的两人 结婚久了更是越来越相似了 但可能大家谁都没有想到 这段感情维持不到三年就结束了 尽管如今两人离婚仪式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但每每提到此事还是让大家有点不敢相信 可事实就是如此 赵丽颖和冯绍峰真的离婚了 说到赵丽颖和冯绍峰还是因西游记 女儿国相识一个是善良纯情的女儿国国王 一个是呆萌的唐僧 二人在戏里开展了一段神话爱情 在女儿国之后 赵丽颖和冯绍峰还合作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其中包括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两人的感情也是通过这部戏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 其实在2018年突然官宣结婚时 其实很多人对这两人的感情还是不怎么看好的 因为大部分网友觉得冯绍峰太花心 就是公认的花花公子 情势丰富 根本配不上赵丽颖的单纯与专一 担心赵丽颖会受到伤害 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示尊重赵丽颖的决定 自从他们结婚之后 也有一些网友渐渐地开始祝福他们 甚至还觉得他们非常的般配 结婚后没多久 赵丽颖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想想 一家三口也是幸福满满 婚后的冯绍峰也是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也是三言两语离不开老婆赵丽颖 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爱赵丽颖 网友们对于这二人的感情 从最初的反对转变成了后来的祝福 甚至还有不少粉丝表示 他们原本是不喜欢冯绍峰的 但因赵丽颖 他们生生把冯绍峰给看顺眼了 而原本以为冯绍峰和赵丽颖会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可就在2021年4月23号 两人却官宣离婚 而且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关于他们感情不合的信息传出 网友在看到他们离婚的消息后 不由心生感慨 果然只有剧中才有如此浪漫幸福的爱情 根据两人官宣的离婚原因是聚少离多造成的 二人还会重新做回朋友 共同抚养刚刚生下不到两岁的孩子 随后两人还发文称 日子很长 过去很好 人未来更好 赵丽颖和冯绍峰结婚突然 离婚也突然 不免让网友猜测 两人真的相爱过吗 而赵丽颖离婚后 很多人都祝福她 毕竟当初这份婚姻就被许多人不看好 在宣告离婚之后 赵丽颖并未停下工作 仍然可以看到曾经那个拼命三娘赵丽颖的身影 还比之前更多了很多资源 如今的她毕竟是一个几岁孩子的妈妈 因此即使她很投入工作 但依然忍不住会想念儿子 这不就有一次赵丽颖在参加综艺节目时 因为太想念儿子 所以忍不住当场情绪崩溃 嘴里还喊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许多网友在看到这一幕时 也都纷纷表示 太心疼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